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不只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即将在今年年底 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看到的两出大戏 那当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在节目里头 我们又邀请到了不只是昆曲的好朋友 安琪老师 安琪老师你好 你好 嘉瑜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好高兴请的安琪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桃花扇 桃花扇好像这几年很红 但我听说它好像其实不是传统昆曲当中 很多人会去唱的一个曲子是不是 它是一本很有名的剧本 是清代初年的孔上任 写的清代传奇的代表作 这个文本非常有名 可是它在舞台上的传唱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有人说是说它的曲牌 好用的不好 曲子填的不好 那么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 是这个戏的剧情非常非常的庞大 因为它讲到的是历史 好 讲到整个明朝在这个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以后 那个南明小王朝 整个的灭亡 南明小王朝 对 福王啊 唐王 鲁王 贵王啊 这些就是我们历史上都知道 可是我们对它并没有那么熟悉 就是每次考历史那一段都会考不出来的 对对对对 那个时期 所以这个桃花扇讲的是一对才子佳人的故事 可是它重点其实是在写南明王朝的灭亡 所以历史跟爱情交错穿插 所以我觉得它的架构本身非常完整 可是完整到很难拆出折子戏 所以我觉得它后来很少演出的原因就是 一方面有人说是取牌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剧情的本身是太完整太严密了 那么所以这些年来大概有一些剧团会陆陆续续 都想把这个有名的文本把它搬上舞台 那么各有各的不同的做法 那这次就是马上 就像12月要来演出的 12月12月 12月10号11号会演出乱红 然后12月12跟13两天会演出江苏省昆志院的桃花扇 但这两个是同一件事对不对 同一件事都是以清代初年孔上任的桃花扇 这个传奇剧本为基础 我很幸运的就这两个戏我都看过 那个乱红看过不稀奇 因为他在台湾演过很红乱红的乱红的 得过台新奖 那么那个12号13号演的桃花扇 我是15年前 就是2000年2000年的时候 是中国昆剧节的第一届 那个时候我就专程跑到昆山去看 可是那段看戏的经验实在是太奇妙了 15年前的那个中国大陆 还跟今天是很不一样的 今天是非常的繁荣 那个15年前我们到昆山 好像是先搭飞机到上海 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要搭贺运的大巴 搭大巴到昆山 他们说车程不算远 可是我们从飞机下来 然后中途路上 那个车子坏了 车子抛锚 站在应该是高速公路还是 不是高速公路 就是站在大马路上站了五个钟头 哇那次我这实在是累惨了 搞了五个钟头 然后车子修好 然后我们在奔往昆山 已经开演了 所以是当天 就是要去看 对当天差不多中午 就是大概下午到上海 然后要看晚上到昆山的戏 本来很好的 所以我那次看《桃花扇》的经验 实在是我很想看 因为我先前看到一些报道 我对这个剧本非常有兴趣 我就很想看 结果没有想到下午在马路上 站了五个多钟头 然后到了剧场 已经开演了 所以趁乱 这样子就是乱七八糟的 我七八糟摸进去 对摸进去 摸进去 然后坐下来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演到哪里了 然后我就记得舞台上 舞台不仅很简单 可是好像有一把折扇 好像是这样 当做一个舞台的设计 我不晓得这次来会不会改 可是当时那个折扇 我的印象还蛮深的 然后我就看了一眼以后 天哪我很累 我就睡着了 因为非常累 然后你到坐定那一刻 就觉得好安心 终于看到了 然后眼睛就闭起来了 真的 真是很惨 那个印象 结果到什么时候才醒呢 到史可法投江 就是 这明朝南明已经灭亡了 才唤醒了你 对啊 那不止我 那时我们一起去的人都累垮了 因为想舟车劳顿 飞机上下来 拖着行李站在马路上 对啊 然后 那个景象很有趣 很有趣 我还带着我妈妈 八十多岁的 我妈妈 所以好累好累哦 就是就睡到史可法投江 然后一阵马斯声 然后把我惊醒了 惊醒以后 我记得是柯君演的史可法 应该没记错 然后那段 我立刻就入戏 就是一醒来 睡饱了 睡饱了 因为演得很动人 就立刻入戏 把我们抓住了 然后马上紧接的 就是最后的尾声 他那个尾声叫鱼韵 可是跟 已经是尾声 已经是尾声鱼韵了 可是跟这个原来孔上任的传奇的鱼韵很不一样 可是那一场我看得好入迷哦 我原先就读了一些资料 我就是要来看这场的 还好 那张醒来了 对 有看到了 好 那么看完以后只是觉得印象很好 可是好遗憾哦 因为只看到了后面的三分之一鱼韵 对呀 而且千里迢迢 对 很可笑的一段经验 所以我就一直等 我觉得我一定要有机会看到 就没有想到等了15年 人都老了 在这中间没有再看过 中间没有看过 对 中间看了一些其他的 包括乱红啦 包括1699桃花扇 好有种种不同的这个处理的方法 所以竟然到这一次 那个 只将在12月可以实现梦想 我可以好好的坐在城市 看完前半段 对呀 不想 我想他们可能有一些修改 桃花扇讲了这么大一个乱世 对呀 然后安琪老师看桃花扇也是经历要15年 对呀 真的 悲欢离合都在里面 是 那桃花扇到底讲的是什么样子的事情 好啊 那我稍微先讲一下 我当时看完以后 那么那个时候 有没有Google啊 好像还没有 要么就是我还不会 Google都还没 对 要么就是我还不会用 所以回来想要查这些资料 那时候查资料好辛苦 都是图书馆里一本一本翻出 当年大陆的一些旧杂志 甚至报纸这样翻出来的 那么我就对这个剧本很好奇 就是这个编剧 我知道它的名字 有两位 为主的是张红 另外一位是王海清 好 那么我就很好奇 这个编剧是用什么样的角度编 哪怕我只看到一场运运 我也觉得很特别 我就想找这个编剧的资料 那么可是当时因为找资料太困难了 所以我竟然没有看到 她是石小梅的丈夫 就是他们是夫妻两个 可是我当时不知道是这样 我只记得这个编剧叫张红 所以后来我看到对她有一个称呼叫做书生背后的书生 书生背后的书生 所以讲的是石小梅老师 对 背后的这位书生 对对对 一般都说一个伟大的男人 后面有一个女人 她是反过来一个舞台上出色的女人 可是她扮演的是书生 石小梅演的是小生 这个书生背后有她的先生 有张红在帮她做编剧 后来有Google了 就Google到这个张红的照片 哇书卷气啊 我觉得她非常当然现在年纪很大了 可是你就觉得她一生的书卷气 所以我就对她的剧本就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从她的戏里面看得出来 她是这个书生文人 可是她没有学旧气 因为她本身好像也是会唱的 也是专业出身的 她没有学旧气 所以她拿到这种明清的传奇剧本 她去剪裁去处理的时候 完全是剧场的观点 从剧场的观点来剪裁几出戏 所以不是用着明清传奇 要如何复原她的学术意义 不是那种学旧的这个气味 所以我觉得读她的剧本 或者看她的戏的时候 就很能够抓住观众 好那我们回到桃花扇 好那我们这次演的这个桃花扇 这真的是一部大戏 我们先看原来这么有名 在中国的戏曲史 中国的文学史上 这么有名的一本桃花扇 那么她讲的事情 她整个是用崇祯皇帝 在眉山上吊自杀 然后成立了南明小王朝 就是从福王这些开始 可是南明这四个王 都没有办法把国家振作起来 所以最后南明的小王朝就灭亡了 所以她整个讲的是一个 南明灭亡的一段过程 可是她借用的是一段恋情 那么这个男主角侯芳玉 侯朝宗是明末四公子之一 我们听到这什么四公子 就是书生 是风流倜傥 风流倜傥能化 对能是能化 诗酒榴莲 可是明末四公子 他们不仅是风流倜傥 他们还孝涕忠信 就是他们是以一个 忧国忧民的 风流倜傥的这种行径 这四公子像茂屁江 然后陈真慧 还有这个方以智 跟侯朝宗 侯芳玉 就是我们这个戏的主角 刚才讲的这四个里面 茂屁江 各位可能听过 就是跟董小婉 这段故事 所以你看 孝涕忠信 又替躺风流 那么男主角是明末四公子 女主角是秦淮八雁 没有八个都出来了 八雁之一 秦淮和的明记 八个 其中有董小婉 有柳如氏 然后有我们戏的主角 李湘君 另外还有像陈圆圆 这都是情怀八雁之一 那我们这个戏的是李湘君 所以他借用的就是 侯芳玉跟李湘君的爱情故事 书生跟明记 他们的爱情故事 以这个爱情故事 借男女的离合之情 写的是国家的新亡之感 所以借离合之情 写新亡之感 然后桃花扇底 宋南朝 所以这个戏一定好看 那么侯芳玉 他爱上了李湘君 然后要为他赎生 就是跟他结婚 结果有一个奸臣 阮大臣 阮胡子阮大臣 阮大臣想要巴结侯芳玉 巴结他们这些都是 东陵党传下来的这一派文人 所以阮大臣想要巴结侯芳玉 就要借他结婚这个机会 好好的巴结一番 就是好好的要送他一份 好好的装帘 很厚重的装帘 那么可是阮大臣 不敢自己出面 因为如果是我阮大臣送的 他一定不要 所以就借了一个中间的白手套 也是一个文人 一个杨龙友 他是个画家 借他做白手套 送了一副装帘给李湘君 那么侯芳玉也不知道 李湘君也不知道 他们就收下了 以为是画家的朋友送的 收下来了 所以李湘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结婚了 然后到结婚的隔天 杨龙友来祝贺他们 就说这服装帘 你知道谁送的吗 他们说不是你送的吗 不是 是阮大臣送的 哇 结果一听以后 他们两个都很生气 可是你看看那个生气后的反应 男主角侯芳玉生气 可是无可奈何 没有动作 李湘君却有动作 李湘君就拔下头上的这个拆环 一根一根拔往地上摔 脱下身上的嫁衣 一件一件的脱 往楼下丢 所以李湘君性情非常刚烈 正气凛然 所以这一出戏叫雀脸 雀就是拒绝 退雀 脸就是装脸 所以李湘君演出了这样一场 哇 他的人格非常的高贵 那么侯芳玉不太敢 他只有默默的 有一点 他赞同他的行为 却又害怕他的行为 所以这男的比较雀怒 书生都是这样 所以他就在旁边有点色索 又有点鼓励的 看着他做完这个动作 而这个动作 当然得罪了阮大臣 所以接下来 他们就遭遇了陷害 而此后 他们两个人就 才新婚就分开了 分开以后 李湘君守在魅香楼 守在他的妓院里面 却要为侯芳玉 守住他的真结 所以任凭中间 多少人来抢他 或者是扛他 他都不去 所以甚至激烈到 你要硬要我走吗 好 我头去撞墙壁 就自杀 用头撞墙壁 就会撞到鲜血 都溅出来了 那么鲜血溅出来以后 溅在侯芳玉跟他定情的 那把扇子上面 然后画上 用鲜血画成桃花 所以叫桃花扇 原来是把血扇 血扇 天哪 有点可怕 可是你看到那个乱世里面 有这么坚定的一个女子 情怀八雁之一 可是这个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芳玉 他当然也是忧国忧民 那他离开了 被陷害 离开李湘君以后 也非常积极地 要为国家做些事情 可是书生都是长于言论 书于行动 所以他就东跑西跑 整本桃花扇 你就看到他 这边跑跑 那边跑跑 结果一事无成 就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灭亡 所以到最后 他们最后两个人的重逢 在孔上任 清代初年的这本 很长的全本传奇里面 最后他们重逢的时候 国家已经灭了 所以重逢以后 他们也不可能再续 他们的爱情 所以他们两个人双双出家 所以在 就是原来很长的这本传奇 当年就是用昆曲唱的 清代初年就是用昆曲唱的 这个桃花扇呢 是这样的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结构 演出来的一段 桃花扇里宋南朝的故事 有历史 有爱情 人性 人情 都包括在里面 可是这个剧本 写得很特别 它总共有44出 44出 最特别的地方 相信读过的任何朋友 读过都会知道 44出 真正言 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 是40出 那另外呢 4出是什么东西呢 它好像加了一个框 它在它分上本下本 上级下级 上级的头跟尾 也就是第一出前面 跟第二十出后面 跟下级的头跟尾 也就是第二十一出的前面 跟四十出的后面 它用一个 一开头叫 试一出 常试有那么一出 试一出叫先生 先生夺人的先生 然后一开头一个试一出 然后二十出后面 它就是润二十出 就是润月 好像就再多一个 润二十出叫闲话 然后闲话就是 就是加长闲话 然后下本的头 加二十一出 孤吟 孤孤单单的在那边 吟诵歌吟着 孤吟 然后最后完的时候 叫续四十出 延续这四十出 余韵 好这个 你看这样子四个 四个很特别的一个结构 是 润 加 序 这四出非常特别 它跟这个 四十出里的故事 有若有若无的关系 若有意识无情 那个剧中人 都是在这个历史 时空背景里的人 可是他讲的故事呢 都像闲话 都像崇祯皇帝死了 那可是不是侯方玉来演 不是李湘君来演 也不是史可法来演 就是一群百姓们 他们在逃难中途 闲话着 这个国家怎么了 怎么了 也不用唱 就这样闲话 所以这个角度 非常特别的 就是若有意识无情 似花环似飞花 你说他是桃花扇 他也是 你说他不是 他是一个场上的歌舞 他却局外指点 他好像一脚在内 一脚在外 局外指点 那么这四出放的位置 跟他所放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形成一种 什么样的结构 我有一个学生 林鸿安 他把它称为相框结构 怎么说呢 这四出变成一个外框 他把四十出的 桃花扇的故事 框在里面 那么我们是 透过相框来看相片 也就是我们 透过这四出 来看桃花扇 所以相框有一个 什么作用 它固定住 又凸显出 桃花扇 有凸显 有固定 可是 它也有一种 阻隔 它阻隔绝着 我们进入 桃花扇 它提醒着 我们读者 这只是 一场戏 所以这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种 审美的 一种效果 我们 这个戏里面 桃花扇里面 写的历史 有评有据 非常的真实 写的感情 也非常的细腻 非常深刻 写史很真 写情极深 可是它让我们 透过一个外框 随时提醒我们 再真的历史 再深的情 都不过一场戏 一场梦 所以这样的一种 疏离恍惚的效果 是桃花扇 这个孔上任的桃花扇 最迷人的地方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孔上任的桃花扇 原来有这样一个 很特别的美学结构 那在这个桃花扇里头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 像张宏他所做的 另外的一个 剪裁的版本 那这当中 又是做了一些 什么样子的改动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再请安琪老师 为我们做介绍 谁也请从来 深深 安琪 嘲嘲一眼之暗 欸 誰 也不 太 柔 哦 哦 哦 耶 啊 啊 心 言 一安安残 安安残 一安安 安安 安安 不安 安 安 天 平 平 平 一安 庄 庄 安 残 天 凤 安 王 一安安安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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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 一世 一世 天 不 一世 一 百里 百里 首苗春永知心 一样 凡帆战 愛 待都不 女 以 山 山 愛 花 茶 阿尔 阿尔 阿体 阿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需要时间 也需要空间 它需要四十四出的篇幅 然后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演出时间 起码四天四月 所以不可能了 所以今天我们改编这个戏的时候 现在的演出都是三小时左右 所以改编的时候 绝对我们就不可能用学者的角度说 你今天的改编本没有呈现孔上任原来的这样相框结构 对你不可能这样子去苛责他或是要求他 因为我们一定要从剧场的观点来看 那么所以这些现在当代的改编本里面 我觉得张宏是一个非常有创作意识的人 他很清楚知道他不是去减财浓缩原来的这个很长的桃花扇 而他有他自己的观点 他只有三小时 那我连不要说复杂的情节了 我连主角我都不能是一个男主角一个女主角 我不能是一生一旦 我一定要有我的观点 要有视角 我要在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中间 挑一个第一主人翁 那他会挑谁呢 我们一般人往往就觉得女生比较漂亮 就会挑李湘君 可是不然他挑了侯芳玉 为什么呢 他自己的解释是说 李湘君太完美了 像我们刚才讲的新婚 穿了一身漂亮的嫁衣 才洞房春暖 第二天知道这个嫁衣是奸臣所送的时候 他竟然会一根簪子一根簪子的拔下来 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的脱下来 这是一个完美理想的女性形象 那张宏认为这样的人可值得敬佩 可是现实中不多 所以他跟我们引起我们心中的一种同理心啊 会比较小 我们往往会想 哎呦我是做不到的 对 所以他觉得相形之下 这个男主角侯芳玉啊 反而不如女主角那么完美 可是也就他比起女主角来 侯芳玉是很寻常的 更像我们一般人 更像我们 因为寻常而真实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作意识太清晰了 太清楚了 所以他选择了侯芳玉 整个戏不是说没有李湘君啊 而是视角 视角 整个戏的视角 从侯芳玉的视 也不是说 这个故事也不是说 只有侯芳玉的视线 不是从他的全知观点 而是说他顺着侯芳玉的人生轨迹 当作他创 他写这个剧本的一个主轴 他就说 他说侯芳玉不是英雄烈士 所以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行为 那么面临这个家国灭亡的时候 他也没有浮为济困的智慧 他就跟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 也忧国忧民 可是也跟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 他忧国忧民 却不至于因此而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他还是流连山水 还是流连山水 经过秦淮河的时候 看上了李湘君而跟他谈恋爱 所以这就是正常人 对我们在忧国忧民的同时 也会做我们正常人生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的这个行为 他是一个不值得敬仰 不值得崇拜的人 可是却因此 张宏想把他来当作主角 所以他选的这个大约九出左右的 这个三小时的桃花扇 就整个写出了侯方玉心归何处 他的一颗心要归向何方 顺着这个角度 心归何处当一个主轴 写侯方玉的人生轨迹 写他的心里的激荡 跟他的出处进退的抉择 那我觉得这个 这么一选择以后啊 三小时的篇幅就够了 就不会嫌就不会嫌三小时的篇幅 写不完新亡梦幻 因为他的主题已经从新亡无常的 那种苍凉的感慨 转化为在一个时代变动的时候 尤其是亡国的时候 知识分子你内心的 知识分子内心的彷徨矛盾 而知识分子会说 却没有具体行动的性格弱点 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戏 被表达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选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那么这条选择准确以后 就牵涉到结局 就是那个鱼韵 就是我15年前看到的 看到的 因为我是专为去看那个鱼韵的 因为它太特别了 好那么这个鱼韵该怎么收 侯芳玉新归何处呢 侯芳玉是个真实的人 就是是明末四公子 不是虚构处的人 真实历史里面的侯芳玉 在明朝灭亡入清之后 他还参加了科举考试 真实的侯芳玉是这样 他竟然还去考清朝的科举 对 清朝的 所以呢有一些改编本 好 譬如在京剧里面 欧阳宇茜 他编过一个桃花扇 他把这个戏叫李湘君 那么这个戏的结局啊 就是按照历史的 真实的侯芳玉 就是李湘君不断地在苦等 苦等他 等到国家都没有了 国家都灭亡了 他的侯郎还没有出现 而终于有一天侯郎来了 他看到他穿了清朝 他做了清朝的打扮 哇 李湘君非常的痛心啊 所以大唱了一段 他骂他说 好 你就忘了 史格布尸骨未冷 史可法 史格布 你忘了史格布尸骨未冷 你还有尸久流连风流自赏 闲适的心情 好 你还有这样的心情吗 所以李湘君痛骂了他一顿以后 就弃绝而亡 这个是金剧版的欧阳雨倩 那么他编的这个 这个李湘君是按照史实编的侯芳玉 那么 这个二分之一Q的乱红 也是这次要演出 对 12月10号跟11号 11号在唐花山前两天 然后就是礼拜四礼拜五 要先演的乱红 乱红是这次是建国工程 邀请二分之一Q来演 二分之一Q大家可能都 可能有的朋友不熟 什么叫二分之一Q是什么东西 数学 是 那Q就是坤 坤曲的坤 用英文的Q来代替 用英文的Q来代替他的剧团 可是只有二分之一 对啊 我定我剧团的名字就 你们就少骂我 就是说我做任何的实验 我做坤曲跟装置艺术 或是做跟任何现代剧场的结合 你们都不要骂我 还有二分之一是很叛逆 可以凭空想象的 对对对 二分之一是坤 二分之一是叛逆的 所以这个定剧团名字就定的 让我们观众有无限的想象 看他的二分之一是什么 那么二分之一Q有很多出很好的戏 其中乱红是最有名的 因为他得到了这个台新艺术奖 而且真的是非常好看 那么先前是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演的 这回12月10跟11号 是要在城市舞台 哇 从小剧场换到大剧场 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制作 那么这个戏呢叫乱红 乱红桃花乱落如红雨 用了这样的一句词 桃花乱落如红雨 把桃花扇结构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桃花扇的结构版 可是重新诠释 那么他的重新诠释呢 侯芳玉的最后的结局 是按照历史的 如同刚才我说的 欧阳与倩的京剧版 侯芳玉是入清之后 去做了清朝的官 可是呢乱红的处理 并没有演李湘君对侯芳玉的斥责 而是他集中在侯芳玉本身 他演出了一个分裂的 就是一个明代的侯芳玉 跟一个清代的侯芳玉 就等于是入清之后 做了官的侯芳玉 随时想起在明 我是明末四公子的侯芳玉 而当时我立下了什么样的志向 我如何的忧国忧民 今天的我怎么看过去的我 过去的我 有想象到今天的我吗 所以舞台上有两个侯芳玉 人格分裂的状态 分裂自我结问 自我的内心结问 自我的拉扯 两个侯芳玉 两个小生 那么明朝的侯芳玉是由昆曲小生来演 是我们很喜欢的杨汉茹 对不对 我们很喜欢嘛 是 对 那么另外清朝的输了个大辫子的 这个侯芳玉 是歌子系小生 也是我们很喜欢的李佩颖 是 所以这两个 哇两大小生 两大小生 两个真是真是我想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在那里PK 对 不仅是台上的PK 而且是台下粉丝的PK 而刚好放到这个剧情 就是侯芳玉 自我的拉扯 自我的结问 那么演李湘君的 是我们国光剧团的 好可爱的小花旦 那个林佳玲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 12号 13号的 12号 13号 礼拜六礼拜天 对 12号是另外一个桃花扇 桃花扇 就是江苏省的这个 这个昆剧院的桃花扇 张宏 石小梅的先生 张宏所编的这个桃 改编的桃花扇呢 他我刚刚前面讲了他一大堆 就是说他是以侯芳玉的新规何处 当作一个主轴 那么可是他的结局呢 侯芳玉最后该如何 这样一个没有李湘君 有魄力有勇气的侯芳玉 他可以到处奔跑 到处要去救国救民 结果事情也都办得一塌糊涂 然后最后都一事无成 办砸了很多事 最后他该如何呢 最后他看到了史可法投江 连非但史可法终臣殉国 连史可法所骑的那匹马 梁居也殉国 所以马先投江 然后史可法再投江 所以当这个侯芳玉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真的是心里面惭愧到极点 这个梁居何在 史公何在 国何在 家何在 我的乡君何在 人海茫茫 然后听到七峡山上的晚钟声 他决定出家 我抛弃了红尘是大智慧 是自我解脱 安身立命 可是其实也是我走投无路 我只求心安 这也是一个小智慧 所以大小之间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侯芳玉的塑造 使得侯芳玉 使得这个戏的最后一出 他设计了一个推不开的门 他的最后一出 《鱼韵》 他结束在一个舞台上没有这个布景 可是是一扇推不开的门 这是张宏 用了孔上任传奇最后一出的出目 题目《鱼韵》 他也叫鱼韵 可是他写了他全新 对 全新创作的鱼韵 那么这个鱼韵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场侯芳玉已经出家了 在庙里 在七峡山上 在山上的庙里 而李湘君 他还在他的师父的 苏昆生的陪伴下 李湘君一路在寻找侯芳玉 虽然国破家亡了 李湘君的心不死 他有勇气 他的行动力十足 他一路要寻找侯芳玉 然后经过七峡山 两个人不齐而遇 侯芳玉在庙里面 门里面 李湘君经过门外 七峡山上 晚钟声传来 两个人隔着一扇门 而这个时候 李湘君听到庙里的人 在唱着歌 迎着 迎着诗歌 那么剧本在这里 制造了一个停顿 我们以为 他寻声 认出了猴狼 对我们以为 他们两个人要重逢了 可是结果 至此天涯 不得相见 李湘君 感觉到 里面的人 是猴狼 他想要推这扇门 可是他想不对 他跟他旁边的 他身边的 教他唱歌的师父 教他唱昆曲的师父 苏昆生说 不是 如果是猴狼 猴狼一向有报复 素有报复 雄心未愁 他一向有报复 现在国家灭亡了 他的雄心壮志 还没有完成呢 素有报复 雄心未愁的猴狼 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 他不会在这里 他不在岭南 就在明北 不在越东 就在干西 也就是他一定会 追随着南明那几个王 南明的小王朝在哪里 他就会在哪里 他不在岭南 定在明北 不在越东 定在干西 岂能出世入庙 隐积 隐积在灵泉之中 哇 这句话 说的侯方玉 没有办法开门 是 哇 这真的是 面红耳惭愧的不得了 对不得了 我好想去 我就是15年前 就是冲着 这几句念白 我去看这个戏的 还好 那时候我醒来了 然后 那么侯方玉在里面 听到门外 是湘君 他正要开门 要跟湘君重逢 结果听到湘君 说了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 是对我这么高的期许 他没有办法开门了 真的打不开了 这个门打不开了 所以使他果足不前 不能开门 他没有勇气 面对李湘君 终究两个人 没有相认 我都快哭了 对 而且老师在哽咽 终究没有相认了 所以李湘君 就穿过 就离开了 所以在门前 他们擦身而过 李湘君继续 他的浪迹天涯之旅 他去找一个 他心目中的侯方玉 那侯方玉留在里面 已经出家的侯方玉 留在里面 在这个晚中生里 就偷偷地从 他有没有从门缝里看到 我不知道 就是目送着恋人的离去 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局 这个门不能推开 这个如果不推开这扇门 李湘君心里 还有一个侯方玉在 还有一个理想 他理想中的爱情 如果推开了 他深爱的 而且是被他高度期许的书生 就从此不复存在了 所以张宏好厉害 这编剧我好佩服他 他认为说这个 李湘君是人世间 不太可能有的完美的一个任务 其女子 所以等于是一个被虚构的 完美的李湘君 李湘君是被虚构出来的 被虚构的完美的李湘君 在寻找一个被他虚构出来的侯方玉 他的余韵写的是这个 一个被虚构的李湘君 在寻找一个李湘君所虚构出来的 理想侯方玉 所以张宏虚构了一个推不开的门 我觉得这个余韵 让我好感动 我不能说他比原来的孔上任的 这个旭四十出余韵要好 我不能说他超过古人 可是现在只有三小时 三小时绝对不可能用相框结构 先入后出 你没有办法去操控这样的一个层次 所以他就只能顺着一线 顺着这一线走 然后走到这个地方 我觉得目前张宏的这个设计 是我所能想出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次十二月 石小梅老师会随便登台 对不对 他是以艺术总监的身份来的 他没有上台演出 但是他把全身的功力都灌注在这个弟子的身上 然后张宏也会以编剧的身份来台 对 我好想见到 我只跟他通过一次电话 那么没有见过面 那这次这个十二月的时候 一定想要好好的拜 拜见他们两位 而这次石小梅老师不演 可是大家也不要太失望 因为这个江山带有才人出 时间是一个必然的 没有人能够逃过 虽然石小梅老师如果上台 绝对还是顶尖的 可是他的弟子也不是等闲之辈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石下明跟那个女主讲石下文 那么石下明在短短的这个几年之内 从一个非常年轻很嫩的一个小生 一下子我觉得他已经爆红了 我知道他在台湾有很多的粉丝 对不仅是因为他蛮帅的 很帅 对不仅是因为这样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独特的气质 他有一种非常出世的气质 就是超超然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气质 特别有一种书卷气又带着茫然 而很很惶惑 好像很惶恐彷徨 那我觉得跟跟原著的 这个孔上任的侯朝宗 还未必是百分之百的贴切 可是跟张宏老师比下的 这个侯朝宗真的是百分之百的贴合 所以这一切都是完美的组合 就是石小梅的表演 很冷跟月美提老师 月美提老师有一种温暖 那石小梅是冷 这两个人那个温度不一样 然后石小梅的那种冷冷的 就会张宏他先生嘛 当然会帮他打造 他先生当然了解他 所以给他打造出来的 真的是一种冷绝 我觉得那个是这个舞台上 一股清空的那个味道 然后他们交出来的徒弟 也就是这个味道 所以整个这个江苏省昆剧院 的确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气质 所以很欢迎大家能够在 尤其这档建国工程的设计很奇妙 两个剧团 同样的桃花扇 不同的版本 所以这个昆曲的各种面向 我想都可以在这一刻可以看到 好啊 听个安琪老师这样介绍 真的是让人觉得好神往啊 两初都是以桃花扇 但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去解读侯方玉 去讲述李湘君 那么到底这个乱红 会比较得你的心呢 还是这位张宏 这位编剧大师 他所写的桃花扇 更能够合乎你心中想要的 这个桃花扇的形象啊 所以我们在12月10号跟11号 礼拜四礼拜五晚上 二分之一Q剧团 他们将会带来乱红 以及12月12跟13号 礼拜六跟礼拜天 这个是由江苏省昆剧院 他们所带来的桃花扇 都在城市舞台 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 能够去欣赏 那么安琪老师也是这一次 才要把你这个 演了15年 心缘人都老了 好我们看下一代的演出 其实是很欣慰的 对不过这15年这样的话 你这样上下可以看到两代的人 对对来唱一些 好奇妙啊 这本桃花扇是 这么棒的一个剧本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 到时候能够到城市舞台 来一块欣赏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安琪老师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一起12月城市舞台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重门搜 欧云山 安 安 凡 安 凯云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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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 啊 啊 狂 四 一 一 零 少 啊 啊 必然 北手 啊 它也 霜霜不哭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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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彩帶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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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暮暖 花 今日 頭 手 騷騷 consecutivated 父יסir 英文俊 海gro sleeps bills about 90% 伤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台湾最没有压力的声音 台北爱乐FM99.7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